各位大家好 我是台灣文卵的 Ageo SQL Support 工程師 我是Colinz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Topic 就是 利用Ageo Logic Apps 在Ageo SQL DB 及Ageo SQL MI 去設置維護排程的一個 章節 那 OK 以下是我今天要講的一個 概要 首先我會講一下 資料庫維護作業有哪些 什麼是LogEx 以及Ageo SQL DB 跟Ageo SQL MI 就所謂的受控實體 它的一個零線架構 那最後我會做一個 LogEx 跟Ageo SQL DB MI的一個Demo 這是傳統 維護作業的一個 畫面就是這是從 Unpremise SQL Server 維護精靈的一個畫面 那在傳統的 就是我們的地端的Ageo SQL Server 那我們會從 Engine Job 去設置 或者是 Maintenance Job 去設置一些 像 Sync DB 或者是 有一個難的 就是 重組 應該重組 或重建 或者是 更新統計資訊的一些 維護作業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維護作業 去 匯分資料庫 以及 去做一些 Sync的一個動作 那這些動作呢 在 傳統的資料庫 他的確是可以 透過 Engine Job 跟精靈 去完成 這些 動作 那在 Ageo的環境的資料庫 要怎麼去達到這樣的一個 效果呢 這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章節 那以下我會透過用Q&A的方式 來讓大家去 更了解 這些 傳統我們在 Case上面可能遇到 科目協問的問題 那 透過Q&A的方式 讓大家更為了解 這樣的一個 訊息 那這個話就是 是 Ageo Sequel DB要怎麼去進行自動化的維護作業 就我剛剛前面講的 Ageo Sequel DB他並沒有下Engine Job或者是一個 維護精靈 的一個 功能 那 他所以在Ageo Sequel DB的話他必須透過彈性作業 這是forAgeo Sequel DB使用 他會用一些 T Sequel 的一些方式去create 那 那 然後 在Poro上面去create這個碳性作業 去 然後 就可以去做一些 維護作業的一個 排程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Sequel Engine的話在Ageo Sequel DB是沒有的 那 傳統 一般來講 大很多人會 用automation 就是runbook 去做一個 跟Sequel DB做個連接然後去做一些排程作業 來達到 傳統 地端資料庫 的一個 排程作業的需求 那另外的話 今天要講的一個 重點是 Rageo他也可以 去完成這樣的需求 那 他可能更為直觀 在Ageo Sequel MI的話 他差別沒有打進作業 那 不過他會有 Sequel Engine 的一個 部分 然後他就是 可以用Engine的方式去 設置你要的排程 你要去做review index 可以透過Engine Job 去完成 所以一般來講比較少 會再去用到 在MI的話他比較少就去用到 Promation或者是LodgeApps OK 那 再來的話就是 他是什麼是LodgeApps 所謂的LodgeApps就是 他是一個 有點像是Walk4 他會 我們透過那個 UI的操作 去設置 我想要 一個排程 比如說我要從我幾點開始 我每 每天 的早上七點 我想要去 去review review index 那 然後並把 Email 發給我 那他就可以 去設置這樣的 workflow 然後自動化的去執行 另外的話他就是 他可以開發B2B的一個 解決方案 就傳統像EDI 的一些 資料交換的一個部分 像 比較接近的是像 Amazon 的BeastTalk 他可以去 他可以 在 LodgeApps 去 滿足 相關的一個需求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他有 400種以上的一個 LodgeApps 然後我們可以 選擇所需要的 Connector 在 工作流程上去使用 那 這個是所謂的一個 一個 架構圖 那像Logers 他可去連接像 Tonction啊 Service Buffs啊 或者說 今天 就講的 SEQL啊 或Office365 然後 如果他是地端的話 他也可以透過 安復 Stata Gateway 去連接到地端的一個 產品 那進而去完成我們的一個 Worker 4的一個編輯 那下一個的話就是 嗯 我在 A9 Sequel使用 LodgeApps 會有什麼優點 那因為 我有Roundbook了 我為什麼 有需要用到LodgeApps 那LodgeApps 他其實 優點是這樣 就是他的排程作業 就是他在 UI workflow 設置上 會更為 直觀 就是更為方便 他更為 應該 User Friendly 會更加容易操作 對 對User來講的話 那再來的話就是 呃他我們如果 比如說我有多台的 Server 想要在同一個 Worker 4 同一個 管理平台去做管理 比如說 我現在有三台 HCQMI 然後我想要同時 去 在一個 界面 去管理 我不要分別 個別去設置 Engine Job 每一台 個別的去設置 那 那 管理上也比較困難 那我可以用LodgeApps 去 滿足這樣 這樣一個需求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 呃他是用工作流程式的一個設置方式 就是 他就是剛前面 他是用Workflow 我可以 一個接著一個的去 用工作流程 我要 產生去做維護作業 然後把結果 發郵件給 給所有的人知道 之類的 他會 可以用這樣流程式的方式 去達到我們想要做的一個需求 那這個是 DodgeApps的一個 類型 傳統的來講 他就是1.0 就是DodgeApps 1.0的話 他就是 他就是 以次計費 就是我使用多少次數 那他就是 會 這個方式計費 那 我記得他的 計費是 前4000次的A型 就是免費的 比如說我去 call Seql Connector 那他去 去執行的一個查詢 這算是一個A型 那 所以這4000次的 前4000次查詢是免費的 A型是免費的 那 他就是一個很簡單一個入門的一個產品 就是 因為他是用 流程嘛 就是一個 UI操作的介面 去拉 你想要的Connector 然後進而去做編輯 那所以他是一個很簡單操作的一個 部分 那再來的話就是會有一個Logest Standard 這是一個 後來才出來的一個Logest的版本 那他有點像是一個Severphone 一個F-Series的一個 feature 所以他會更為 叫上面的這一個Logest 他會更為完整 他會有更多的一些像你要去 做一下 會有一些 BYL IPHs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Severphone的一些 他使用上的CPU或是Memory之類的 他會 叫 Connection的一個 的一個類型更為完整 那他主要的話就是說 他有一些Beaut-In-Dance Connector 他可以提供 這個 他內建的一個 Connector的話他會提供更好的一個 傳輸量 以及 更大規模的 較低的一個 成本 去執行 另外的話就是說 他會有一個 Weture Network 就是 我們今天要提到的其中一個重點是 如果我是用 VNet 或者是私有 私有網路的話 我要怎麼去連接 就可以通過標準的這個 VNetGaps的類型去完成這件事情 那當然的話他在寄費方式的話就會叫 以次寄費的 會用較為 較為貴 那就是說 看自己的需求 是不是有需要用到這個標準式的一個LargeApps 那他 他主要是 如果你有 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說我想要做一些 EDI 或者是更完整的一些像 AppService 一些上面的 去結合 LargeApps的部分的話 那你可以考慮使用這個 Tender的LargeApps 對他可以滿足的功能是更為完整 那 下來的話我想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關於 HosecqlDB的一個連接 那首先 對就是HosecqlDB的話 這是一個右邊這一段是一個流程圖 就是我是一個 使用者 那我 比如說我從SSMS去連接 我HosecqlDB 他一開始的話他會去 檢查你這個 就是你的 HosecqlDB是不是有 拒絕 Public Network 如果 是的話 那他就會 就需要去走 Private Endpoint 那 然後進到這個DB 如果他 如果他 沒有用 如果你已經 Denied了他的Public Network 然後你 也沒去用這個的話 那基本上你的 SMS是連接不上 HosecqlDB的 那 接下來的話就是 如果他是沒有Denied 所以他就會走右邊的Public Network 因為我們這邊還有個VName 就是 BioVName BioVName 如果有設置的話 他就會 如果設置的話 直接去根據你的 走你的 你的 你的 可能如果是在VName裡面 他會直接就會 接受到 可以進到 根據順取 你的HosecqlDB 那如果 沒有我們沒有 這種 VName 的話 那他就會走 Firewall的一個方式 就是 他會用 Database Devil的Firewall 那他會先去檢查 他是不是 你有設置 Database Devil Firewall 有的話他會去檢查 這個 Denied 是不是 有在這個 IPSS 是不是符合 在這個 Range裡面 有的話 你就可以去 接到資料庫 那如果你這邊 沒有的話 沒有發現 可能你沒有設置 Database Devil的話 那他會用 Server Label 那Server Label的話 他就是會去檢查 This Firewall Rules 這一個 這個View D&B 然後他如果是 有的話 在這個 名單裡面 那他就會 接受的話 他就是 可以連接到你的資料庫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 會拎來掉 這就是一個 HosecqlDB HosecqlDB的一個 Walk Pro 那這張的話是要講 HosecqlDB的 Public 就是 Endpoint 呃我們前面這邊有看到就是說 呃 如果我沒有 我已經拒絕了 Public Network 那他就勢必要走一個 Public Endpoint 那 我如果是走一個 私有網路的話 要怎麼去連接 這一張示意圖 其實就很清楚 去表達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 地端的一個環境 那我要 我要去連接 我位於在 Bnet裡面的 SQL Server的話 那我必須要使用 Gateway VPN Gateway 像你要 Point to site 或者是Site to site VPN 或者是 Express. 去編輯 那他可以 進入到相同的一個 Bnet 然後去 進而去存取到你的 SQL Server 對 或者是說 呃你的 我用的是 A9VN 那 他們是 位於不同的 Vnet 然後 如果我要去連接的話 那我可以去設 最簡單就是設置 Vnet Period 把這兩台的 這兩邊的 Vnet 做一個Pure 做一個串結 那 兩邊串起來之後 他就可以認得 彼此的 Vnet 那他就可以去 這台Vnet就可以 到你的SQL Server 對所以他是沒有去一個 對外連接的 內容 OK 那接下來 我講一下那個 HL SQL MI的連線 HL SQL MI的話 就是 他就是跟 HL SQL DB比較不一樣 他沒有一個 Firewall 去管控 那他基本上就是 預設的話 他就是一個 一個私有網路的 狀況 所以 他這 他會是在 一個cluster Furgecluster 裡面 那一個network 那他就是一個 私有的一個網路 就一個sumnet 所以如果我 RGEMIS AP 要去連接 進來的話 那我就一樣要去走 前面 HL SQL DB這邊 事前講到的就是要用 VPN 或者說你用 ExpressNode 的方式 去做一個 連接 那如果是 比如說我現在的 Ice 就AVM 我去SS 這個 sql的話 就是前面講到他最簡單 是用一個 Prin Prin channel 就是一個 去把Prin 串起來 那他彼此就可以 他就可以 連接到這台 MI 又或者你如果允許 你的MI去在一個Public的環境的話 你可去Enlout Public 那他的話就會 就可以不用 透過這樣的一個 方式他就可以去SS 到MI 不過一般來講 比較不會這樣使用 就是因為他就是一個 Vinnet的環境 會盡量 喜歡在安全的一個 考量 不會去啟用這個 OK 那一樣 就是在 連線的話 傳統 客戶會問到就是說 像 DB跟MI 他預設連線有什麼差異嗎 那 就是一個DB來講的話 他其實就是你如果我們如果去 Firewall 頁面的話 就看他其實就會有什麼 拒絕供應網路存區啊 或者是說 Aloud Agile Service 或者是 的這個 的部分 那這兩個的話 在這個 Aloud Agile Service 在MI是沒有的 那 然後在 A9 SQL DB的話 他可以我們他可以去 選擇要不要去 就是 Public Network 那MI這邊的話 他Default的話 他是 是不會允許你去用 Public Network 所以 你如果是 除非你去 Aloud Public 那他這邊就可以使用 公用網路去做出去 另外的話 FDB的話 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他有個 Gateway IP Address 就是我必須要去 Aloud 就是我剛前 民調的 Firewall 我必須要 我們這邊需要去把 就是這些 比如說我現在 一個 EastHR的 region 那他會有一些 Gateway IP Address 那他必須要去 允許 A9sqlDB A9sqlDB 要允許這些 把他列入白名單 他才 然後 這東西在 MI這邊是不會有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 Private import 的一個 那 在連接類型的話 DB的話這邊有三種 就Read Array Rc 跟Default 那 Db的預設來講 你如果都沒有改 他預設會用Default 那Default的話他就是會看你 連進進來的類型 比如說 我是在 我是從A9sql 我是從A9VM連接到 要連 DB 那他就會走Rederate 他算是一個 就Service Default來講他會找到用Rederate的一些方式 那如果是比如說我在家 我要去 連接到A9sqlDB 那他就會走QuarSIMO 那這兩個的話 同時也在 MI這邊會有 那MI 預設是用Plus 那這邊有個地方是說 如果從文件他上面就會寫到說 我們會比較強烈建議使用Rederate 因為 使用Plusity的話他其實 會有比較有延遲的狀況 所以用Rederate的話 延遲時間是比較少的 那我們會比較推薦使用Rederate的方式 所以如果你們在連接上面遇到一些 延遲的狀況 那可以考慮 在DB可以考慮把他換成Rederate 在MI你也可以考慮把 從Plusity完成Rederate 這樣子 那對 就是什麼是Privalink Privalink 其實顧名思義就是 前面提到 他就是 一個私有的網路 所以他不需要再向 Public Internet 去 公開 另外他走的 網路流量 是走 Microsoft的 一個口感網路 所以他傳輸會更為穩定 前面提到我 應用程式要怎麼去連 接到Prival的環境 SQL DP或MI Privalink 基本上就是 我會用 就是 VPN Prival 或者Prival的方式去做 連接 那這邊我就不多加贅述了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現在我家怎麼去做設置 另外的話就是我前面提到說 如果有一個 Allow Azure Service 那如果我把這個功能給關閉 會造成什麼影響 那以Agro的Feature來講的話 他會造成兩個的影響 一個是 會出會入 可能 你的作業可能沒辦法運作 那Workaround就是用SQL package 那第二個的話可能DataSync也沒辦法運作 那 Workaround就是需要把個別把那個 Upper個Member的 Server 比如在Agro上面的Server Agro SQL Server 的ServiceTag上面的IP Address 要 把他列入到你的防火山的排名單 他才有辦法去做一個存取 然後 另外在MI這邊也常碰到的話就是說 我啟用了對等網路 就是Prival 可是你存取MI會失敗 這是因為 MI這邊的Prival它是在 2020 9月22號之後 才有了這項功能 所以你是在這個 日期之前的話 去 用Prival的話 它會失敗 所以 這邊來講的話 就會需要有這個問題 就會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在 2020 9月22號之前建的MI 它就不適用Prival的方式 另外的話就是 我們常常看到的這個DNV 連接的DNV 就是 像是 用Database Connection Status File Rules 或 EventLock 它都會可以修一些 Agro SQL DB的 連接的狀況 比如說 Connection Status 我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這個DNV 它成功連接幾次 失敗連接幾次 的一個狀況 這個是 Firewall的 Rules 比較特別是 Allow all Windows Ageo IPS 這個就是 我如果 允許的 Ageo Service的話 那它預設 你如果把 它預設就會開啟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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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0.0 0.0.0.0的一個網段 那 所以有時候就是 可能在 比如說像 VR Report 它可能 你們有 Inable的話 它可能去 scan的話 可能會少出 這一條的一個 弱點 那 你如果 因為其實在 哦 因為老說你如果 Allowed Ageo Service 它其實就是 它其實也是 只有允許你 你Ageo的服務 可以連接進來 所以相對而言 雖然說它也不是說 像 都不允許的安全 可是它是 在一個Ageo Network之下 相對而言是比較安全 可是如果 我們對於這項 要做到最安全的部分的話 那 有些客會把它 Desable掉 那Desable掉它就會 或者說把這一條 你如果把 Desable掉這條 這條那個路 就會不見 那它就 你去弱點掃 就不會再被掃到 那 可是就會有前面的 像前面的影響 像比如說 Export Incora 或者是說 我要 做一些 DataSync 那可能就要用前面 像Walkaround 比如說 我一般 來講可能要把一些 Service Tag上面的白名單 把它加進 去避免掉 連接上面 不能允許到 服務的一個問題 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 有一個EventLog的 DNV 它可以去查到說 我這連接成功還是失敗 它可能沒有到很 DETAIL 可是它至少會有一個時間 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一個 連接 幾次 然後連接成功或失敗的一個次數 這樣子 就可以做一個 連接上的一個參考 OK好 那再來的話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呃 去設置 維護作業 我先講一下 就是 Public endpoint 的部分 對 那因為我這邊已經有先 預設錄製好 的一個 所以我直接會把 從用 用VD的方式去跟大家 DEMO這個部分 然後這就是 我的一個 環境 那它是LogApps 所以 在LogApps的時候我這邊會是 就是 這是比較一般的那個 1.0的一個Logias的版本 所以這邊來講 我本會從 Designer 這邊去做一個 編輯 那 從Overview 因為我已經先把那個 時間關係 我這邊就先把那個 設置好了 那它就可以 我們可以從這邊 去拉 想要的一個 部分 所以 就是 就我一個 新的步驟 那我這邊就很多的 前面提到很多 我可以操作使用 要怎麼 Walkerflow 怎麼去做安排 這邊就可以 去使用 那 然後這邊來講 你可以選擇 像 前面這邊 一開始的話 會有一個 第一個是一個 Trigger 所以這是一個 排層 那排層這邊的話 你可以去設置 你想要的一個 時間 或者是說 這個東西是 你可以去New Parameter 這邊會有 就是我一個時間 就把它 進來 你就可以去設置 每一周的什麼時候 去 去連接 那這個是 Ccode的一個 connector 那我這邊去 要去執行這個 Stop procedure 那在執行之前 必須要先建立一個 連線 所以我這邊 建立完之後呢 首先一個 要一個 一個New 那這邊會去編輯 你需要的一個 部分 那我們先把它 轉換成 Ccode的 驗證 那轉換 一些用 驗證之後呢 這邊就會 可以去打 相關的一個資訊 Servant name User name Pacebook 等等 那它就可以去 Create 那製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從這個連線 選到 它的設置 Servant name 然後 以及它的 Database name 以及 它下面所擁有的 一個Stop procedure 那 所以我這邊 就可以去選 Index Reorganize 就是它可以去 從組 然後這邊我就會在它作業做完之後我希望發個郵件給我 所以我這邊就會有一個 一個流程 它就會發 設置就是把那個內容 結果發給我 那我就是這邊做個編輯去把它 把它 上面這個變數把它拉進來當作我的body 然後發郵件給我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在這個Trigger裡面你可以去更 更為 客之外去做設置 比如說我要拿幾天 拿幾個星期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去做這項工作 它就可以從這邊做設置 那另外的話這是一個 Jetson file 它其實 Core的話是Jetson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話你也可以從Core去做編輯 那一般來講 你單的user 或者我們會 從那個 Jetson file做一個操作 會更為便利 更為直觀 另外的話從在Connector這邊的話 呃 因為這是一個Office365的 Outlook的Connector 所以如果我去New的話他也會去 做些驗證 那他會去建一個新連線 然後 就會他就會把它 也可以確定連接到你的Sync 的Outlook 之後這邊就會有Connecting 然後就可以去 去使用它 然後這邊來講我們就可以先去 斷就是 如果沒有用的話就把它Disable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這邊會有個 呃我們前面 我們設置裡面有一個One Trigger 一個Trigger 三個Assion 那就我前面提到說 Assion來講他就是前世前世 是 是 sill free 所以 所以 他 有去執行 前世前世是免費 所以這邊就是可以看到他 你有幾個Assion 幾個Trigger OK 那接著我們就去 當這個Trigger 所以我們去讓這個 Rush Apps 之後呢 去整理一下他其實就 快就完成了 那 你可以點進來看他的一個 過程 他會有一些 紀錄如果他哪邊失敗的話 那邊會打 會有個 營炭號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 哪邊有出的一些問題 這邊就會有些 這就是我去 去旅 旅遊跟來自index 從組index的一些內容 那他就會把這些 我小桌子 需要的 做的一些 作業發送給我 所以我這邊 郵件就會收到 這樣的一個作業 那當然這邊來講 你可以使用 HTML格式 在Outlook 這邊 去做一個變形 他就 更浪 更 更沒觀點 就是這 因為這次直接就把 Output 出來的一個 結果 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可以 你就可以去看到他 這邊有一個 執行的結果嗎 包含你 去一個 執行的一個 結果時間 這邊都會有些紀錄 OK 那這就是那個 Standard的一個部分 就是 是一個 就是 Public Ajure SQL DB的一個 demo 就是1.0的部分 那 再來的話 我會 再來的話我們看一下就是如果 如果是 這樣子在 Private Endpoint 之下的話 要怎麼去做呢 那這時候就需要用到2.0的Standard的一個版本 那一樣我這邊已經先錄製 就 看一下 那這就是我的一個 report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Standard的LogApps 那他其實就有一點像是一個App Service 所以他會有一個UIL 然後 然後也會有 Serverfunk 會有一些像CPU Memory 的一些 那這邊我們就 不會多加贅述啦 我們就會去那個 Logif的一個狀況的頁面 那這邊來講會在 Workflow 在Standard版本裡面 或在Workflow裡面 那在Workflow這邊的話 我們會去 這邊會去 他 然後這樣 他其實就跟前面那個1.0的 他就是一樣 他一個Designer 那我們一樣可以從UIL裡面去做一些編輯 那 這邊我也是先拉好了 所以一樣是說 一開始我有一個Trigger 我先有一個Python 我要去設置 我多久去執行一次 什麼時間去執行 這邊就可以去 做這樣的一個設置 那再來的話就是 CQLMI 就是我 CQLMI是一個Python 的連接嘛 所以 他 這邊 會有 我把 我這邊去 呃 去demo兩個MI 就是我在這邊一個作業 我去 在這兩個MI裡面 去做一些操作 那 如果我同時現在想要再加第三個MI的話 那我就這邊就可以去 輸入CQL的一個connector 這邊就可以去add new 然後就可以去輸入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如果是 呃 傳統的話 傳統的CQL 你可以從這邊的A9 A9 去找到 呃 比如說我要去弄 像前面有去弄一個stop procedure 我怎麼去 去找呢 你這邊去打打CQL 那這邊你就可以往下卷 他會在下面會有一個就是 我去execute的stop procedure的一個 vention 這邊又可以找到 然後找到之後呢 比如說我先 弄個query好了 然後這邊一樣就去編輯他的那個 連接跟那個1.0那個 設置方式是一樣的 先把連接建立起來 對 然後這邊就會去 這邊就大概就是個一個 設置的一個方式 那 那我們現在在 呃 這個部分的 比較重要的地方是在一個 VNet Networking 所以我現在在一個 呃 我在VNet這邊的話就是說 呃 我這邊是一個 奧棒的 就從 他就只要去 MMI去執行 去找MMI然後去把report 因為我的 我的那個 呃 排程是要去發一個 backup report 以及另外一個是發一個 就是一個語句而已 那 所以他是一個output 的一個traffic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 input的traffic 而是一個output 所以我們會在output這邊 去做一個 設置就是VNet integration的一個設置 OK 那我點進來那個 VNet 軌尋之後呢 這邊我已經先 建立好這邊 基本上還沒有的話 我一個 加的一個按鈕 那你按加之後你就是選擇你的 MMI 或者是你其他像 呃 AjoSecureDB5 Five Endpoint的一個 VNet 選擇完完之後 他就會去把你把建立起來 另外他也會產生 呃 LogApps的一個 sumname address 會在那個 所以如果我們去檢查這個MI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我MI的一個VNet 可以看到這邊會有一個 Pickup report 就是他自己會去建一個 Server Fund的一個 Delegate 然後他是一個 呃LogApps那邊 我們從VNet 去建立起來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 試著去執行他 那執行他其實 也是很快就可以去執行完了 所以去執行的話呢 一樣他就是 會有一個 點進去他一樣會有歷程 也可以 看到他的那個 狀況 他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成功失敗之類的這邊可以看到他做的一些query 交付 那 另外的話 所以我從郵件這邊我就會收到 這是我的 我就收到一個 建物 所以他會修這個result 那另外的話就是 我這邊是去backup report 我去把那個我需要的 備份的資料庫的一些 就是 自動備份的一些 時間的一個紀錄 會把它 列出來 然後寄給我這樣子 這是backup report的一個 我可以透過Loges去產生的backup report 然後發送給我 那一樣這邊可以做 HTML的編輯如果之後需要的話他就會 更為 更為一個 漂亮的一個 報表這樣子 然後又定期去發送給所需要的人 OK 好 那回到我們這邊的話 那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一個 firing point的一個 操作 那這是我今天的一個 今天要講的一個部分 那謝謝大家的聽聽 感謝大家 感谢观看